这是一个扩展坞 在电脑上用的 Windows和苹果Mac都可以用 它的线材长度是1米 两头都加起来 我测量是1米18 它有三个USB3.0接口 标称的速率是5G VPS 我实际在Windows11和苹果Mac下 M1版本的都测试了一下 在Windows11下 可以看到读取速度 基本上是在410MB每秒 这个B是大B 写入速度在250Mbps左右 它在苹果M1 MacBook Air上 读取和写入速度一样 都是每秒钟330MB 因为在苹果Mac下 看不到具体的速度 所以我录下视频 用秒表掐了一下 都是用了13秒 这个视频文件是4.3GB 我用的移动硬盘 这个硬盘盒的速率 能达到6G VPS 硬盘的实际读写的速度 也能达到550MB每秒 所以说硬盘盒和硬盘 物理速度不会有平定 那这个速度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这三个USB3.0的接口 它还向下兼容USB2.0和1.1 1.0 我主要用它来接打印机 声卡 还有硬盘 这个扩展物 它还有一个网口 千兆网口 还有一个HDMI的接口 最大支持4K30帧 可以用来扩展屏幕 另外它还有一个PD口 也就是我们常用的C口 这是用来充电的 最大支持100瓦充电 20V 5A 它这个外壳是一体化的铝合金外观 特点是坚固 散热好 而且小巧 上面还有一个指示灯 另外这个是免驱动的 目前市面上的笔记本 接口越来越少 可以用这个扩展屋来扩展设备 扩展功能 另外像我这个台式机距离桌面比较远 也可以用这个东西来接很多桌面设备 对了忘了说名字了 这是阿卡西斯的6核1Type-C多功能扩展屋 关于PD充电口 我说一个例子 比如一个平板电脑 它只有一个Type-C口 接上扩展屋 它就能通过HDMI来投屏 另外它还可以通过扩展屋的USB口来接U盘 另外它还可以通过扩展屋的网口 让这个平板获得网线有限的能力 同时它还可以给这个平板供电 我们可以找一个PD的充电头 这个大功率的 给它接到扩展屋的PD口上 可以给平板供电 这样用平板电脑直播 就可以直播几个小时 而且还有电 又能投屏 又能用U盘 还能用充电器给它供电 所以说这个小小的6核1扩展屋 还是很强的 好了 以上就分享这么多 希望给各位参考 欢迎订阅 4分钟 3分钟 5分钟